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法国华人卫视综合服务频道 2016年2月16日 法国中欧和协发展协会会长林昌廷 协会中骨干 于巴黎近郊欧贝利耶市王朝大酒店 举办庆兴春晚会 中国驻法使馆领事部主任李平公参 一等秘书李金生受邀出席 旅法兄弟侨团侨领 以及法国中欧和协发展协会成员 近百人共庆佳节 共序佳话 法国中欧和协发展协会会长林昌廷 借此机会感谢中国驻法使馆对协会的支持 同时他也对协会成员 在2015年一年中为协会发展做出的努力 表示感激 对兄弟侨团长久以来的帮助 表达感恩之情 林会长于2015年组团回中国考察 受到欧海区领导热情接待 得到家乡领导的认可 协会还为家乡建设出资 在发展事业的同时回报家乡 回报足迹国 中国驻法使馆领事部主任李平公参代表使馆领事部 祝愿法国中欧和协发展协会的成员以及广大侨胞新春快乐 他提到法国中欧和协发展协会是一个年轻而有特色的协会 虽然成立时间不长但充满干劲 同时协会还是一个以村籍为单位形成的社团 协会成员对家乡有着一份共同的真挚之情 此外 以林昌厅会长为代表的协会成员 谦虚谨慎 热心桥界工作 为和协桥社发展尽心尽力 给其留下深刻印象 李平公参相信 在林昌厅会长的带领下 在林德彪永远名誉会长等这样一批老桥领的支持下 法国中欧和协发展协会 在新的一年中定将取得更好的成绩 是晚协会成员与道场嘉宾 推杯幻展共庆新春 并合影留念 法国华人卫视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